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曾听说过 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手艺人 准备给一座寺院 打造金刚和菩萨像 最开始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怒目金刚雕刻完成 完工的时候 邻居都跑过来观看 当邻居看到手艺人 都吓了一跳 此时的他 像如金刚 面目猙獰 十分凶恶 之后 手艺人又花了 一个月的时间 去雕刻菩萨像 这次邻居再去看手艺人时 发现他面色庄严 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亲近 同样一个人 两个月内 为什么面向会发生 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 每个人的像 都会随着他的心 而发生改变 正所谓 正所谓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 一个人的内心 都会在他的相貌上 体现出来 内心善良的人 脸上一般 会有这三个记号 你是否也有呢 生活中不发有很多这样的人 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 不管遭遇了什么变故 永远都是嘴角上扬 积极乐观 让人感觉很舒服温暖 这类人往往心地善良 这样的人 纵然人生充满了无奈 生活有压力 都足够坦然 足够豁达 认真努力生活 在他们的身上 散发着温暖与正能量 给人感觉励志与上进 让人内心受到鼓舞 多和这样的人相处久了 也会乐观从容 面对生活中的美好与糟薄 笑口常开 代表着豁达阳光 代表着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有位女子在食品加工厂工作 每天上班 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有一天 她在对冷库例行检查时 不幸被锁在了冷库里面 她不停地呼喊求救 却没有一个人听见 她原以为 自己今天就要被冻死在冷库里 突然间 冷库的大门打开了 迎面走来了一位保安 女子十分地感激保安 同时内心也很困惑 工人都已经下班了 保安这时候怎么还来检查冷库 原来她每天上下班 都会笑着和这位保安问好 今天保安只听到了 她早上的问好 下班却迟迟没见她出来 和自己打招呼 于是便去工厂里四处寻找 最后在冷库附近 听到了她的求救声 把她救了出来 善待她人 终成善报 内心善良的人 脸上往往会露出温暖的笑容 南怀锦曾经说过 心胸宽广的人 对所有人都露出慈悲的微笑 这就是不失 微笑代表着一种心态 更是一种人生修养 保持微笑 用积极乐观的心 去面对这个世界 就会时时心生欢喜 所处的环境 自然也充满祥和 人生在世 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有些境遇 但我们却可以改变 面对这些境遇的心态 做人 凡事要看开一点 不要自我折磨 笑口常开 既是在庄严自己 也是在不失他人 慈眉善目 有些人慈眉善目 心平气和 让人靠近 就倍感温暖舒适 这样的人 往往心地善良 不与人计较 不苛责他人 心里装的是大度于体谅 没有刁难与责备 若是心地善良 人往往表现出来的 就是慈祥平和的 若不怀好意 表现出来的 就是尖酸刻薄 面目猙獰 其实 一个人脸上呈现出来的 就是内心最真实的模样 心存不轨的人 总是斤斤计较 狡猾奸诈 他的面相 往往是猙獰的 美与之间 都是硬挺的 让人看了 极其不舒服 而那些心善的人 心胸开阔 眉眼也是弯弯 表现出来的是 慈眉善目 与人相处 永远给人带来温暖 与善意 走到哪里 都受人欢迎 一切福田 不出方寸 修行 其实修的 就是一颗心 心念变了 面相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 故人常讲 心慈面善 内心善良的人 面相总是柔和慈祥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位女子 长得非常丑陋 她非常苦恼 于是去问智者 为什么有的人 长得端庄秀丽 有的人却丑陋不堪 智者回答说 人的相貌 和她过去所造的业有关 内心善良 道德高尚 容貌自然也就端庄 由此可见 一个人的相貌 都是自己修来的 保持善良 宽容大度 就算不用精心打扮 相貌自然不凡 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通过看她的面相 就能够感受到一种 舒心的亲切感 人生在世 千万不要忘记 调整自己心态 把紧锁的眉头 舒展开来 把愤愤不平的心 安抚下来 保持微笑 传递善意 世界如何 拒绝我们内心 善良大度的人 感受的世界 一定是光明温暖的 长相年轻 一次 林肯总统 面试一位新员工 即便新员工 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林肯 还是没有录取 这名应征者 幕僚问他原因 他说 我不喜欢他的长相 幕僚不理解 又问 难道一个人 天生长得不好看 也是他的错吗 林肯回答 一个人35岁以前的脸 是父母决定的 但35岁以后的脸 应是自己决定的 一个人 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 长相负责 幼年青年时期 相貌特征 与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 人的下半生 更多地 活在前半生的影响之下 左传中说 因为人的心念不同 所以长相 也会有所差异 一个人的心境 决定了他的气场 气场又会体现在 他的容颜上 心地善良的人 长相也会显得年轻 心理学研究发现 经常助人为乐的人 面对压力 他们往往更加地 从容断定 衰老的速度 要慢于常人 相反 自私自利的人 稍有不如意 就会大发雷霆 皮肤更显老态 有证据表明 一个人长相和他的生活方式 以及面对的压力的心态 有很大关系 当我们释放自己的善意 就能够收获快乐和幸福 一个精神饱满 元气充沛的人 更能感知到幸福 心态自然会越活越年轻 每个人的长相都在不停地变化 心地善良的人 会由内而外地散发一种魅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亲近 心不同 相就不同 相不同 命也就不同 心思 古人经常讲 一个人的长相 是由他的心决定的 一个人的命运 也和他的心息息相关 这不仅仅就是规律 更是一种真理 化妆美容 虽然可以粉饰外貌 但却不能改变长相 只有改变心性 才能改变长相和命运 相貌端庄秀丽 也是一种福报 每一个耐看的人 往往都有一颗 善良纯洁的心 在不停地滋养着他的容貌 愿你我都能心怀善意 相貌不凡 总结 佛家有云 有心无相 相主牺牲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面相不单纯是长相 更能直接反映出 一个人的内心素养 以及为人处事原则 心善之人 面相常常笑容满面 死眉善目 柔和坦荡 人人都想靠近 而凶恶之人 面相往往是刻薄狠毒 走到哪里都被嫌弃 不宣扬乙貌取人 但我们却喜欢云有素养 心地善良的人往来 我们却愿意与心态好 和气温顺的人共事 笑口常开 慈眉善目 长相年轻 心地善良 面相才好 想要拥有好运气 收获福报 一定要保持这三个记号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